近日,位于湖北襄阳市乡城区的姚安村桃花岭,遍地是盛开的油菜花、桃花、樱花。 这里是海龟女孩吴依的家,也是她与父亲用十年时间打造的一个世外桃源。 吴依告诉记者,这里十年前还只是一片荒山野岭,杂草丛生。 她的父亲吴明国认为,何不种上一些桃树,一来美化乡村,二来保护生态。 就这样,她成了当地乡村振兴的第一批建设者。 因为她很想做一个就是世外桃源的一种意境的感觉,就像有桃树啊,然后在那里面有山有水,大家能在这边有一些观赏的这种东西,然后她就觉得很有价值。 吴依生于1988年,是土生土长的襄阳人,高中毕业后去往韩国留学,学习艺术设计专业。 据她回忆,每次从韩国回到家乡襄阳,都对桃花岭的变化惊叹不已。 2016年,吴依毕业回国,打算从事艺术行业,但眼看父亲一天天老去,桃花岭无人打理,她便毅然返乡,结果父亲的接力棒。 我觉得作为年轻人,不仅仅要做自己的事情,要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,然后来到这边以后呢,看到这边环境啊,各方面每天在这边有山有水的,然后能给大家带来欢乐,我就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。 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,吴依合理利用森林资源,盖民宿,开农家菜餐馆,挖鱼塘,建设生态园和科普基地,发展林果,采摘,森林旅游,森林康养,农林学堂等特色产业, 形成了以农业休闲观光为主,兼具度假,文体活动等多功能的综合性游览区。 吴依说,如今的桃花岭,春有桃花,夏有河,秋有菊花,冬有梅,在旅游旺季的时候,这里的游客日均可达到一万人次。 在无疑的带动下,她的丈夫刘宇晨也放弃原本金融行业的工作,投身陶安村乡村振兴工作中。 第一,比较喜欢这个乡村的生活,第二,就是觉得这个行业是一个比较朝阳的行业, 就是也是想就是让更多的市民它有一个游玩的地方吧。 十年来,桃安村先后被评为香阳市十大美丽乡村,湖北省旅游民村, 桃花岭或省级休闲农业示范点,省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等称号。 曾经的荒山已成为当地发展乡村旅游的重要看点。 现在我的梦想就是希望把我们这个桃花岭生态园做得更精致一些, 让它更完善,加上更多的项目,让这个全国的游客能来做一个更好的体验。 希望它变成一个生态更好,是一种世外桃源的那种感觉吧。